我印象中啊 好多年前的跟小千就聊过天 好像那个时候你对 比如说婚姻未来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孩子啊什么的 不是特别期待是吧 对 好像是你吧 是他 对我不太 那时候特别不喜欢小孩 但现在我看你喜欢的要命啊 对 江海我一直没问过你啊 那个时候当你知道他 怀孕了的时候 你是激动呢 还是有点犹豫呢 那时候没想这么多 那时候赶紧开车去医院 看看是 是真事吗 对先确认一下 然后看看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人小孩的健康状况 那时候想的是这个事 然后呢 然后就是让他把健康保持下去 然后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开始调整 我们家准备来客人了 你得给自己心理做准备 对对对 你有了这个宝贝以后 江海你说句实话 你对你老婆是觉得更亲了呢 还是就根本就顾不上亲了呢 更亲了 为什么呢 两个人变三个人 你肯定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包括心理上 但为什么说更亲了呢 因为啊 我发现 现在三个人啊 捆绑在一起的这个力度啊 越来越大 特别快乐 就好像这个小孩 他有一个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向心力 大家在一块的努力 如何的能让他茁壮成长 对 你说说简单 茁壮成长 怎么个茁 怎么个状态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得需要我们两个人商量了 对 有话题了 而在这个方面 我老婆做的又比我强 真的 他的学习能力比较强 对 无论是从最初的这个补育开始 如何的让他比如说减少生病的次数啊 包括到现在 我老婆为了教育这个小孩 又去中科院心理所念了一个心理学的学位 你看看 所以小千真是不容易 其实这么想想 二十多年来就这样走过来了 江海你觉得你跟小千 你们俩相比 谁更努力一点 他更努力一点 对 按照我老婆的总结呢 就说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就我可能 对未来不是很担心 对 对未来不是很担心 在转换到 转换到现实生活里头 反正就是好像不太努力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就是我跑的又慢 也抢不来 也追不上 但是按理来说 一个男人能把自己练成这样 那真的是需要点毅力的 那需要的 这又说到人的这个个体差异了 有的人有不同的爱好 你像我他就喜欢这个 再一个呢 我也从这 就健身当中啊 吸取了一些就是 对人生有益的东西 咱往大里说 比如说你说再坚持一下 你像我们这辈人啊 其实没有受过什么生活的磨难 要比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爷爷辈比起来 我们所遭受的生活磨难很少 所以我有意识的 你在举重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在一个找罪受的过程 督促你 生活当中任何事 你需要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你就能看到一线曙光 有意识的对自己进行了这么一种训练 婚姻咱也再坚持一下 你都用坚持这个训练 我们还在享受呢